零售管理協会调查发现 九成六的受访会员出现亏损 估计5月到8月超过6000间的铺铛结业 協会呼悦业主宽减至少七成半的租金 为期至少半年 疫情之下市面萧条 几乎无旅客 市民的消费已欲低 零售管理協会3月底到上周四 访问了152间公司 涵盖3,300多间零售店 不包括化妆品、时装饰物等近6万个员工 九成六的受访公司经营亏损 当中六成六形容是严重亏损 比起去年社会事件期间更多 2月的时候有三成二公司要员工放无薪假 预计5月的时候会升到六成四 以全港六万多间零售店铺推算 2月到5月有5200间店铺结业 超过1万个零售业员工失业 5月到8月估算有6600间 年底更加超过1万5千间 另外七成二受访公司获业主减租 当中五成获减租一半或少于一半 但认为幅度不足够 协会要求业主跟随政府宽减至少七成五的租金 或者岸型业额一定比例计算租金为期至少半年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